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棒吧 小咕咚 小咕咚 在干什么呀 对呀 咕咕咕咕 红果果里泡泡 快看 这是小咕咚用方糖摆的台阶造型 怎么样 真不错 小咕咚 要不我也来试一试吧 好啊 好啊 好 红果果也来试一试 看看用方糖能够摆出什么好看的造型吗 稍微变了变 我们来看一看 摆到金字塔 我觉得还像一个城堡 对 还会像城堡 简单的变化 就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来 这红果果也试一试 好棒啊 其实说到用方糖摆出不同的造型 我知道大家平时都有很多好的创意 不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一起来看 小朋友们 这就是人们用方糖搭建起来的城堡 卫兵 还有世界上很多名胜古迹 怎么样 很厉害吧 好棒啊 真精彩了 一想不到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方糖不单单能够摆出漂亮的造型 还可以用来变魔术 方糖也可以变魔术 不相信的话我大魔术是绿泡泡 今天就用方糖给你们来表演一个 哇 太好了 乌拉乌拉跳 乌拉乌拉跳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乌拉乌拉跳 小嘉宾 聂群浩 今年六岁 小嘉宾 贝易山 今年五岁 欢迎 欢迎 咕噜咕噜 绿泡泡大魔术是 快点给我表演神奇的魔术吧 好 在我面前摆的就是糖 方糖 今天我的这个神奇的魔术就是围绕着这个方糖而展开的 小朋友们想不想和我一起来试一试呢 想 好 那我给你们每人发两块方糖啊 来小朋友 每人两块 拿好啦 好 来 每人两块 小咕咚也可以来两块啊 好 还有 灯火咕 也可以试一下 哎 哎 把这个方糖呢 这样面对面把它放在一起 看一看能不能够把它们给吸引在一起 就说 方糖 能让它们不分开 试一试看能不能做到呢 不了 那接下来呢 绿泡泡就要展示这个神奇的魔术了啊 好 我同样拿出两块方糖 把它们呢 对在一起 好 使劲啊 哎 对在一起 然后呢 现在我要把其中的一只手松开 如果它们能够粘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掉下来 对不对啊 对 好 我们一起来数 一二三 怎么样 好 太棒了 两块方糖神奇地粘在一起了啊 这就是我今天表演的魔术 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神奇 对不对啊 这样的小咕咚 拿你的方糖让绿泡泡试试 好吧 好 现在呢我就用小咕咚的这两块 来给大家便啊 好 我把它现在放在这了 看我的手里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对 好 电视机前的小咕咚们也睁大眼睛看好了 现在我就要用刚才咕咚用的那两块方糖 来表演这个神奇的魔术了 好 同样 把咕咚 刚才给我的这两个方糖呢 把它们合在一起 仔细 来 我们一起说那个咒语 乌拉乌拉 变 好 现在我要松走了 一二三 登登登登 好棒 成功 太神奇了 哈哈 怎么样 大家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呢 想 智慧术 在学魔术之前 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摩香乌拉拉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吧 我们一起呼唤我们的好朋友啊 一起说 摩香乌拉拉 咳不含香乌拉拉 我们有神奇的魔术 彩底了都在这里拿中拿眼睛看好了 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方糖黄油和小盘子 其实刚才我的两块方糖之所以可以粘在一起 是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帮助 这位好朋友是谁呢 快看 小朋友认识吗 这是什么东西 也可以吃的 提醒一下 电视机前小朋友 有时候我们在吃面包的时候 可以抹上一点这种东西 我知道 黄油 对了 就是黄油 黄油 刚才我给大家的两块方糖都是普通的方糖 所以不能够粘在一起 但是我手里的一块方糖上面事先涂上了黄油 所以说它就可以帮助我把两块方糖粘在一起了 我们来试一下 好 现在这两块方糖就好像是面包一样 中间夹了黄油 怎么样 好轻松 然而然就粘在一起 就成功了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大家会问了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我拿小咕咚的两块方糖怎么成功呢 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的盘子里 事先也准备好了一些盘子的当中 有一些黄油 但是翻过来的时候 对方是看不见的 对了 刚才小咕咚的方糖给我之后 我悄悄地把它放在了中间的黄油上 然后和大家随意说了一些其他的内容 然后我把这块方糖拿起来的时候 上面已经沾有什么了 小朋友 黄油 对了 已经沾有黄油了 然后我把另外的一块方糖放在一起 因为它们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没错 好小朋友小股东来试一试 都一起来坐吧 拿起其中的一颗方糖 对 然后偷偷地蘸一点黄油 蘸一点黄油 然后一起 乌拉乌拉丝 看看 另外一只手松开 看一看 好 小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好的 成功了 非常棒 小朋友们太棒了 今天的魔术选为了 为自己拍拍手 为自己加加油 大家一起拍拍手 一起加加油 好 谢谢小小奇奇 谢谢 那我们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没想乌拉拉学会了吗 一起来看一看 乌拉拉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准备若干方糖 事先在一块方糖中间的位置 涂一点黄油 并把涂有黄油的一面 朝自己的方向放好 第二步 小心地拿起涂了黄油的方糖 注意 不要让观众看到黄油 接着 拿起任意一块方糖 在施魔法的同时 把两块方糖相互摩擦 方糖就相互吸住